各位美女朋友大家好 0206地震 造成我們花蓮縣有四位民眾死亡 有兩百多人受金重傷 我就是說此刻是花蓮最辛苦的時候 不僅僅總統翻新 第一時間還要求行政院 甚至今天早上也已經到花蓮縣來了 行政院在第一時間也跟花蓮縣政府一樣 應變中心一起拍攝 構成當中我也跟蘇縣長還有蕭美琴委員多次聯繫 希望能夠用行政院的力量跟花蓮縣政府一起解決 我們花蓮鄉親在這次地震裡面所面臨的各種問題 地震大概不同的階段會有不同時期的作為 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在救災 我看到不僅僅花蓮縣政府本身 警力銷全力投入 我也非常感謝全國技術公會 還有來自全台灣各地的警力銷 也已經都來到花蓮來幫助 來救這一場地震的災害 那麼我看了兩個地方 可能最重要的第一點還是要確定 還有沒有人需要救援 好比說目前我們後面這棟大樓 有多少人尚困在裡面 這個一定要申請清楚 那第二個呢 就為了安全保護的工作 也必須要徹底做好 而且要有效力 因為救人如救火 分秒必爭 時間已經過了12個小時 如果入夜之後 恐怕會更寒冷 如果困在裡面的住戶 年紀比較大 如果有慢性病的話 可能會忍不住 所以我也 我剛剛也請 技術公會的理事長 一定要 優先一個時間來 需要多少的家庫作為 才能夠達到安全的標準 這花蓮縣政府跟行政院 都會予以提供協助 但務必呢 要有一個時間表 讓救災的人員 可以很放心的進去救災 那這樣的話呢 才有幫我縮短期程 把聘在裡面的住戶 把它解救出來 這個是救災的部分 那接下來的話呢 就是 鎮災跟重建 行政院呢 就算早上已經成立專案小組 召集人 就由花蓮的女兒 也是國安會的主委 陳美玲政務委員來擔任 那 我們 行政院 會全力協助 花蓮縣 在鎮災的工作 跟重建的工作 讓花蓮能夠盡速 退出正常的生活 那麼就鎮災的部分呢 我 行政院呢 會在今天 就先預撥 3億元給花蓮縣政府 去做慰問 救災的工作 我想一定會有 許多受到激災影響的居民 可能生活上會需要協助 那這部分呢 副縣長可以運用這3億元 與你幫忙 那如果說 有不幸死亡的 這四位民眾 那麼 每一個人可以拿到 先拿到80萬元 就是我們贈災基金會 一個人會給予40萬元 那我們衛務部也有編業 一個人20萬元 那花蓮縣政府呢 本身有20萬元 那如果是重傷的話呢 一個人可以拿到25萬元 那這個是法定的部分 那我們也請社會愛心的人士 能夠多多捐款 讓花蓮縣政府更有力量 運用善款 來給予受災的民眾 不管是傷亡 或是生活不便 能夠給予他們 他們更好的照顧 那自己重建的部分呢 不管是橋樑 道路 或者是學校 我們都會去盤點 那後續呢 由陳美琳擔任召集委員的這個小組 會運用行政院的總預算 或是用花工基金 我們來解決歧視避震 受到影響的種種公共設施 讓他們能夠繼續恢復公用 讓我們花了一些的鄉親 能夠繼續恢復正常的生活 我以下說明 謝謝 市長第一時間 投入了多少本地的職業 我們非常感謝 因為國金第一時間就投入了 457人 那另外呢 另外這個來 由各縣數百的整幣銷 也有數百人 那另外這個全國的技術